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208年武神坛的季军赛 关销方是珍宝格,最大方是遗水雪山 宝格这边是被搬掉的地府 雪山那边是被搬掉的武装冠 所以雪山那边选择上了一个辅助神木林在家普陀山的组合 没有上化身色 为了上这个武装他不要化身色了 那关销方,盘斯武装大唐加宙师 开了一把虎阵 那对面就是这么一套阵容了 女儿武装的双风配合着辅助神木再加上普陀山 应该是这么,应该是宙师普陀 辅助神木林化身色不要了 看一下辅助神木林能不能胜任化身色的一个工作吧 皇家轰炸机也是好像第一次上场嘛 罗华车尼赛控开场仅仅两个回合对面 全被封进去了 有青石横扫前军直接上了 还是一个四扫大唐 一把金刚拉手 大唐有神马宝宝速度有点快 宝格这边是输给了钓鱼岛来到的寄军赛 对面是输给的曲武拱庙来到的寄军赛 虎阵打龙阵也是有一把小刻在里边 开场有青石先针对一下对面的这个魔王 风系速度的话对面 目前是一二速 目前是一二速 看看后续会有什么变化 对面武装冠的速度甚至比自己的女儿村速度还快 因为武装冠是占了一个速度位 女儿村的话并没有占速度位 占的是一个双抗位 霍甲术认一认 咬个铃的 有一二速对面的控制节奏应该会好一些 但是磐斯和武装都是具备很强的低速打高速的能力 比如说磐斯的落花成尼 比如说武装冠的七封望月 他都是可以低速打高速的 而且磐斯的禁疗在配合着紧箍咒 他是具有很强的守之能力 守施能力以及消耗能力的 这几回合对面封印命中率也不错 套中的观察方两个点 女儿如果封重磐斯的话 磐斯还是可以用落花成尼的 但是武装封重的话 他就用不了了 武装冠的这个封印 他也封特技 磐斯的落花成尼 其实归类是归类到特技类里边的 归类到特技 处理经脉的特技类技能 龙三位的魔王 秒过来数据也是相当的爆炸 请回起来 顶骨罩套一套 官长方顶骨罩也开始玩起来了 官长方顶骨罩套 官长方顶骨罩套 皇家轰炸机确实有点爆炸 我记得人家不光是高灵力 好像还有法术爆击 人家是个蓝字项链 不知道记得对不对 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印象 反正是一个蓝字装备 落花车尼再控 那官长方这边肯定既然选择上的是一个四嫂大逃 那走的就是一个点杀的路线 然后通过紧骨罩以及磐斯的一个配合 去进行一个手势 起到一个类似于地府的作用 但是做不到地府那么完美 小死亡肯定是完美的 完美手势 但是紧骨罩和靖辽 类似那么个作用 来针对 当然对于双方来说 肯定是武神坛的冠军 才是他们真正的追求 季军赛的话 打起来也会比较的奔放 没有那么威所威脚 掠乾坤仔套一套 尤其是真宝阁这一连携带的1900万战神 是他们 应该是他们自打创建这个团队以来 携带的最多的战神数量 1900万 没想到只不半决赛了 这波官长方又把对面女儿村给切掉 头上有紧箍咒 相生相灭 这个肯定也是砸的对面的女儿村 稍后就看一下辅助神木林那边的恢复能力怎么样吧 那你放在平常的比赛 或者是打决赛也好 打半决赛也好 雪山他肯定都不会上这种辅助神木林的 那是不可能的 不存在了 直接禁药给神木 化身色 活一口血 普陀山开始补灯 有对面普陀山 这个灯补的还挺多的 开了莲花 还有七百多的灯 宝宝 飞一个 还是这个魔王比较凶 女儿直接偷酒 来一把金青 卡个回春 把紧箍咒解掉 一把金青 土陀山的话 可以接着补灯吗 相当于抵消景物咒的一个伤害 再加上武装观的灯 足以抵消掉观战皇景物咒的伤害了 再给一把金疗 观战皇还是继续压 横扫千军 又来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观战皇就是通过静疗加紧物咒 来守你的尸体 女儿再次倒地 神明那口血也没有给活上 神明就活了一口血没活上 但是他那个技能不叫活血 他那个技能不叫活血 一个无形大出在了宝宝身上 叫个啥呢 我看一下 润子 叫个润泽生机 就类似于活血的一个效果 但是神木灵的辅助神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节奏不好 他有一个要去获得药灵的过程 这个是限制辅助神木最大的一个条件 他不像化生寺 我只要有蓝 我可以用任何的技能 辅助神木灵不行 他做不到 刘云爵补一补 金箍罩继续套起来 如果当你团队的一个支柱 因为不管是化生寺也好 葡萄山也好 辅助神木也好 他们一旦在场上 他就会作为一个整个团队的支柱 当你这个支柱是存在不稳定因素的时候 比如说辅助神木 他有获得药灵的一个过程 当他存在不稳定的时候 其实整个团队也会相对的不太稳定 大唐再来一把侵蚀 那观众黄这边还能接着点 防一防地厅 日月乾坤继续套一套 天地同兽 抱一下 金清爵 全部解开 大死亡也拍中了 这一波直接针对辅助神木了 这应该是回了一波伤吧 本嫂千军有大死亡 直接扫掉 他没有带化身色的163吗 因为他如果玩辅助神木 他肯定要把所有的化身色装备往过套的 武神坛是没有时间锁的 不管是宝宝还是装备啊 你在本服务器有时间锁 但是到了武神坛这个专区以后 所有的时间锁都消失了 他是可以来回的去交换装备 交换宝宝的 所以到了武神坛 所有的团队的整体实力都会提升 所有团队的实力都会提升 对面女儿孙继续被鼓死 身上还有一个禁鸟 有一个禁骨咒 拉起来的成本也会高很多 继续换地厅 仅仅13个回合 感觉宝格是拿对面撒气啊 在鱼岛那边受得气了 打得有点太猛了 不过刚才说过 人家这套这种本来就是来针对你的人物单位的 本来就是来针对你的人物单位的 你如果比青宝宝的话 那实话是说 大唐宙石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魔王 你肯定呢 两个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魔王呢 所以这套阵容肯定是以压人为主 稍带手的亲一亲毛 尽量给上这一波再压对面的武装罐 也有大死亡 武装罐身上也有个大死亡 来1800开刀 3000 直接空切 所有的人都瑟瑟发抖 赶紧换洋户 斩尼加上场上还有个地厅呢 如果能清掉两个宝宝 这一波血砖呀 再来一个洋户 正好把武装罐的小索也解掉 辅助神木灵 他也是可以提前两回合拉起小索的 宙师普陀也可以 也可以提前两回合拉起小索 包括那个辅助天机城也可以啊 就很多的辅助都有这个功能 提前拉起小索的功能 宝宝飞掉 环魂罩再拉起一个女儿村 但是他得卡一个乌龙解禁疗 还得卡一个回春解禁箍咒 他才能偷久去磁杭或者是金青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冠战皇给笑礼 再拉起女儿村 含起莫莫去控 金刚补上 对面人来当配素 没办法 人来当配素 观战皇又针对对面魔王了 魔王也来当配素 但魔王卡的不是回春 卡的是个藏神大惊 孩子 来卡这个回春 女儿偷酒 对面可以磁杭 一把磁杭就起辅助神木和武装冠 神木灵 再帮女儿村去润泽升级回口血 这些钱坤直接套进去了 血也活不上 对面还防了一把静疗 给了一个五龙丹 防了一把静疗 然后再把对面女儿村切掉 有点那个 确实是有点 发挥出地土的作用来了 这个手势能力很强 你要知道对男方还是一二速呢 还是一二速 这没化生死总感觉哪不对啊 再换 观战皇没有继续补地厅了 凡斯手里还有四个宝宝 应该还是有地厅的 你看化生死啊 关键时刻看辅助神木 关键时刻啊 他不能加血 他去 百草绝了 他得获得要灵 你知道吧 他得获得要灵 本来人物就挺残血的 但是他又 你看百草绝了 本来人物就残血了 但是他这个时候不能及时的帮队友 把这个血量加上 这个就很难受 对面带着定神仙琴 一般法系带会带个什么 会带个战尼 龙三位加战尼 咱们也见过 会带一个战神锚点 就是为了后期的伤害更高嘛 会带这么两个领宝 没想到对面选择带的定神仙琴 反而比较适合这场比赛 有个定神仙琴太香了 可以解除一切的异常状态 还能 提高一定的抗风效果 还能提供一定的抗风效果 这个还是蛮不错的 一味度将加起来 对面女儿村再来个金青 那就完美了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有点太难受了 又一个无穷大 出在了宝宝的身上 把一个法房给带走了 女儿接着倒地 金青 好像不太好放的样子 而且这次倒地 头上还是有紧箍咒倒地的 所以说稍后还是不太好脱酒 头上有个灯也不够用 再来一个灯 这样就够用了 两个灯够用 人卡回春把紧箍咒解掉 落花成尼在反控对面辅助的沈木林 对面沈木林都动不了啊 这沈木林动不了 好不容易能动一下 他还白草菊 踩个塔 那没办法 被控得死死的 拥有1900万战神的这某格 这个婚姻命中率可不是盖的呀 婚姻命中率超高 因为战神也会增加婚姻命中 也会增加婚姻命中的 还魂照再拉起武装 这乾坤再套一套 又被鼓死了 在房地厅 打到现在我不知道对面该怎么打 那魔王出五个武装弹 把观众房五个人直接全秒飞了 只能这么想了 开始禁药 两个五龙丹 一个大金 很少前军斩压魔王 魔王也没了 就观众方想点谁就点谁 就这么随意 现在 观照弯向 有藏神 加四七宝宝 但是我感觉女儿村好像还是有点小风险 有没有单法 有单法的话 女儿村也得死 有单法 上古灵符 一千三 八百六 女儿好像 哎 善猫又加了口血 这回恶宝 女儿也得死 女儿也没了 还是带着紧箍咒 倒地的 环魂咒 再拉起武装 反套一下 呗 反套一下 继继续倒地 这辅助神木完全是个飞人 又被武装官给掏进去了 先说不说他技能强大不强大 那关键是他动不了 明明对面一二速 却被观众方封成狗 这就确实有点尴尬了 有一个双涌 哎 这个好像增加法术暴击的 应该是给魔王加的啊 应该是给魔王加的 增加法术暴击的 卡了个小四海 你没有武龙丹了吗 因为对面的钥匙被禁过的啊 有 还有武龙丹 还有武龙丹 解掉了 他的封印 清风望远 保一下出手 观众方继续给进聊 哎 这回没给上 对面 古猪神木终于可以 来一口血了 这也不容易啊 笑里藏刀给一下 终于可以来一口血 加了七千多啊 这绝对不比活血差 啊 他的问题在于节奏问题 不是恢复量的问题 恢复量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节奏太差了 普多山继续补灯 七百多的灯 还是蛮香的 女儿继续倒地 这七千血算是白家了 好不容易活上这么一口 因为珍宝这边没有太强的一个轻宝宝能力 所以对面这俩孩子观众方暂时是没有太多的办法 刚才出了点地厅也是冲着对面的人去的 如果是再出地厅的话 尽快的把对面这俩孩子给他清掉 基本对面他就会崩盘了 在针对观众方大房 有罗汉没伤害 投资也不够 紧箍咒继续抛起来 密传法术 有罗汉呢 也秒了五千多的 你看这龙三魔王其实很给力 很给力 武神男跟群续逐路就这点好 他不是决赛有搬选吗 决赛和冀军赛都是有搬选 有了搬选以后 总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 咱们平时见不到的阵 反而更好 总得有点不一样的东西 加个篮 化身死一活 没问题 接血 对面润哲生机又加了一头血 你看又是七千多 恢复量很可观 大头踩着干将 这还有点吓人呢 对面再换一个孩子 武装这又没了呀 头上有紧箍咒的 武装又没了 人拉武装 付诸神木帮着来一口呗 落花车尼在反控 怎么感觉对面好像打着打着 有点缓顾这股劲的这么个样子了 有点这么个样子了 直接上剧箭 再斩对面武装冠 是贼人 金辽继续给 还是在针对对面的女儿村吗 这要扫过去女儿可就又没了 肚子精神保一下地厅 把神色这口悬梅加上 又扫了女儿村 那女儿村又没了 虽然对面一二速 但这个双风体系倒的一倒的也太频繁了 没法打呀 就是在家占敌 这回亲孩子吧 万照万像 这应该点的对面女儿村秒的 工地厅 点的女儿村秒的 女儿村倒地以后就打的比较乱了 动一狼头细一棒的 一个宝贝也没清掉 没套中 没套中 静鸟给上 这个静鸟应该是给的对面武装冠吧 嗯 效力藏刀再给 哎 这血活不上呀 啊 啊 魔王去当了一个特殊网啊 给把女儿村的回春 她的紧箍咒给解掉 魔王去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现在就是怎么亲对面的孩子啊 这些孩子在场上 观众和这一时半会儿还亲不了场 地听啊 地听 只有地听 没变 没变 太悠导了 啊 武装冠这命中率啊 武装这命中率啊 武装这命中率确实给的 换大方 这回换地听了 再守住女儿村 宝格的龟宿善恶太厉害了 又是一把青石 这回扫谁啊 这都不值得一扫 啊 这些人凑起来都凑不出一管子血 啊 三个人加起来也就半管子血吧 两刀直接送走 地听没有飞 还吃到了一把尺 亲孩子应该是够用呢 火腿也没了 相生相灭 算是下滑了 关照弯相 好像伤害有点不太够啊 不太够 其实打到现在呢 也没法打了 打得太累了 这就没法打呀 归宿啊 宝格这种归宿善恶 从两三年前嘛 就特别的给力 到现在版本更迭的这么多了 宝格依旧有很多的归宿善恶 就像他们以前很多宝宝都淘汰了 剩下个孩子 还有一个隐身宝宝 还魂之后再拉起女儿孙 啥也干不了 啊 你看这 他比孩子还要贵啊 比龟宿孩子的速度还要慢 就是龟中龟 啊 这叫龟中龟 摇个林的 再扫一个 就够了 降一下抗性 扫一个五千开刀 直接带走 又是鬼魂的 那剩下最后一个进攻型的宝宝 基本也没什么血量 四千八比赛结束 宝格拿到 第三名 拜拜